鉴定网热门视频第七点五集 为什么不是第七七呢 因为第七七被封了 老符号读落了 这里有多种截图方式的选择 现在我们就可以任意截图了 这个呢是Windows系统自带的截图工具 微视系统上也能找到它 我们在搜索栏中搜索截图 就能看到它了 这个工具确实还挺好用的 它有多种截图模式 窗口举行任意格式截图等等 但为什么他们输入这行代码 也能打开这个选项呢 其实我之前讲过 算了再讲一遍吧 先打开一个CMD窗口 START可以简单理解成 打开指定程序的命令 比如我们在START后方输入一个网址 可以自动调用浏览器 打开这个网址了 也可以打开其他的 我们找到微信的快捷方式 右键属性 把目标复制一下 然后在CMD窗口上输入START 加上微信路径 回车就能打开微信了 Boss评定中使用的是BAT文件 而我用的是CMD窗口 这两个较大的区别 就是BAT文件可以输入多行命令 而且能保存到本地 CMD窗口必须每次都要输入 比较麻烦 但本质上都是运行的DOS命令 通常是打开微信 在BAT文件中 我们可以把打开微信的命令 多复制几号 保存文件后 记得把后缀改为BAT哈 注意看 双击运行 这里就很简单实现了微信多开 怎么样 微信多开 你学会了吧 那这里就很容易解释这行代码了 Snipping Tool 其实就是阶段工具的英文名称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路线下 找到这个程序 双击也是可以打开的 怎么样 这个值得点应该懂了吧 哦对了 这简单叫给大家一招 如果你是工作的 每次上班以后 都需要打开个个微信 以及某个文件夹等等 你就可以创建一个BAT文件 每行命令打开一个软件 然后保存 出命名 打开传用软件 运行 就能帮你自动打开传用软件了 嗯 小宇就要给大家这么多干货 要有免费的赞 不过分吧 儿子查看被撤回的照片 程序员是这样查看被撤回照片的 朋友发来的照片 虽然立马撤回 但是手机本地 已经产生了数据缓存 我只需要打开文件管理 在手机列表中找到Tensor 点击MicroMid 然后再点击文件最新的那种文件 继续点击Email 长按此文件 将格式重命名为 KRPG格式 现在给开它 就可以看到被撤回的照片了 如果你按照视频的步骤 你肯定找不到车位的图片 因为对方撤回图片时 微信会默认删除本地的缓存 从视频中也能看得出来 对方发送闪照的时间 是1点25分左右 而这个文件的时间 是1点36分 很显然对不上 也能证明它是在说谎 不过 小语作为黑科技rp 肯定要教给大家 怎么查看撤回的图片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要打开B站 关注小语报案 在他主页搜索防撤回 就能找到KQ微信防撤回的方法 这里再多说一句吧 做了这么多黑科技 比如KQ微信防撤回 就想要小伙伴知道 有这个东西或者方法 下次你在群聊的时候 就会更加谨慎 因为你知道了 你撤回的消息 可能没有真的撤回 做这么多的奇黑科技 别人觉得 哇还能这样 太强了 关注了 别人觉得 不过是投机去巧 下散烂的手段罢了 怎么说呢 撞恐难调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做自己就好了 这句话送给我 也送给各位小伙伴 OK 我是黑科技up主 小语报案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投币加关注 拜拜